北京时间6月20日 ATP500德国哈雷网球公开赛 结束了男子单打阵赛首轮的争夺 中国选手吴亦炳世界排名第59位 虽然顽强地将比赛拖进了决胜盘 但依然没能抵挡住对手的进攻 经过两小时13分钟激战 以1-24-67-62-6的比分 赋予赛会三号种子世界排名第七位的 俄罗斯名将卢布列夫 无缘男单16强 首盘比赛双方便展开了激烈的争夺 比分交易上升 第九局 吴亦炳发球局出现波动 卢布列夫实现关键破发 并顺时拿下自己的发球胜盘局 以6-4的比分先升夺人 第二盘 吴亦炳在4-5落后 并且卢布列夫握有发球胜赛局的情况下 始终没有放弃 连下8分 以6-5反超 并在强气局中率先拿下7分 以7-6的比分扳回一盘 双打战成平手 决胜盘 吴亦炳开局不力 被对手连保待破 很快便以0-4落后 虽然吴亦炳在第五局破掉了 卢布列夫的发球局 并随后爆发 将比分追至2-4 但是卢布列夫依靠强势的发球和揭发 又连下两局 以6-4的比分拿下决胜盘 从而取得了整场比赛的胜利 下一轮 卢布列夫将迎战 持外卡出战的东道逐选手 雅尼科汉夫曼 世界排名第53位 井浩挑战30天在头条 写日记井浩 井浩 头条创作挑战赛井浩 井浩 吴亦炳井浩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路 岁儿 岁儿 岁儿